每日神话 凡是顺服的 凡是诚实尽功用的 这样的人都可以被成全 现在凡是不忠心尽本分的 凡是对神不忠心的 凡是不顺服神的 尤其是那些 有了圣灵开启光照 又不实行的 就这样的人 没法被成全 凡是愿意忠心顺服的 这样的人都可以被成全 有点愚昧不怕 凡是愿意追求的 都可以被成全 这事你们都放心 你只要心里愿意 往这方面追求 都可以被成全 你们中间的人 我一个也不愿意撇弃 一个也不愿意淘汰 若人自己不争气 那就是你自己坑害自己 不是我淘汰你 乃是你自己淘汰自己 你自己不争气 或者是偷懒 或者是不尽本分 或者不忠心 或者不追求真理 总搞自己那一套 胡作非为 争名夺利 乱搞男女关系 你自己犯罪 你自己当 不值得人可怜 我的心意是 为了让你们都能被成全 最起码达到被征服 让这部工作顺利地完成 神的心愿是 愿每个人都被成全 到最终被他得着 完全被他洁净 成为他所爱的人 不管说你们落后 或说你们素质差 这都是实情 但我这样说 并不证明要把你们撇弃 也并不证明 我对你们失去希望 更不证明不愿拯救你们 今天来了 就是做拯救你们的工作 也就是做拯救揭续的工作 每个人都有被成全的机会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追求 到最终都能达到果效 哪个也不撇弃 你素质差 就按素质差要求你 你素质高 按着素质高要求你 你愚昧不识字 那就按着你这个条件 来要求你 你十字 那就按十字的标准 来要求你 你年老 那就按年老的来要求你 你能接待 那就按着你能接待 来要求你 你说你不能接待 只能进一方面公用 或传福音 或照顾教会 或搞别的事物工作 那就按着你所尽的公用 来成全你 只要你能忠心 顺服到底 追求爱神至极 这是你所要达到的 就这三条 这是最好的实行 最终要求人达到的 就这几条 达到这几条的 就可以被成全 但首先 你得真心追求 得主动往上购 别消极对待这事 我说了 每个人都有被成全的机会 都能被成全 这是算数的 但你却不往上追求 若达不到那三条标准的 最终还得被淘汰 我愿让每个人都跟上 让每个人都有圣灵工作 都有圣灵开启 都能顺服到最终 因这是你们每个人 应尽的本分 当你们都尽上 你们本分的时候 你们都被成全了 也就有了响亮的见证 凡有见证的人 都是战胜撒旦 得招应许的人 这些人 就是以后存留下来 生活在美好归宿中的人 你